半决赛第二场辽宁vs广东 周期回归广东拿下将扭转战局 杨明不惜用郭艾伦阻击 谁赢下第二场谁就赢下了系列赛 辽宁队大比分赢下第一场总决赛 可以说都在杜丰的计划之内 杜丰知道第二场有多关键 广东队不可能拿下辽宁两个主场 杜丰也心知肚明 只要两个主场拿下一个 他就有信心回广东凭借主场优势 连拿两场比赛胜利完成3比1晋级 而辽宁队反过来如果守住了第二场比赛 就带着2比0去广东 只要轻松拿下一场就可以取得胜利 就算两场比赛打成2比2 再回到沈阳主场 辽宁队依然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说本场比赛辽宁不能有失 而本场比赛周期付出回来 将会对辽宁队莫兰德和韩德军的组合全面压制 盘活他外线的沃特斯等外线一众射手 赵继伟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比蝎子白尾还要凶狠的防守 本场比赛杨明很可能启用郭艾伦 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如果本场比赛输了 后期郭艾伦上场 可能也是无济于事 既然五一回来了 也不是过黄金周的 就是为了关键时刻与广东对决战 所以本场比赛看骑兵郭艾伦登场 辽宁队两个最强后卫 将全力守住主场 完成2比0的绝对优势 拿下半决赛 正可谓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疗伤人未还 但是沈诚艾伦在不叫胡马渡海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